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有局部物或者是低云来影响冷静度 一定要特别留意行车的安全 我们接着马上来看到各地的葬雨状况了 其实这几天我们刚刚说到天气都蛮好的 只有东部地区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葬雨 不过接下来要告诉您 其实下周二开始封面通过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双全银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短暂的局部雨 而中南部则是还是这样子多云稻情的天气为主 而接下来由于这波东北季风影响时间其实不长 所以隔天就会又再转为比较干比较趋稳的天气了 一直要到周六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您 下一波东北季风又要报道 所以天气会再度的要出现变化 要提醒您特别的留意 我们接着马上来看到温度的趋势了 因为其实接下来几天温度的变化还蛮大 因为虽然这几天这温度都可以来到29度 但是接下来这温度真的是流滑梯 可以看到其实周二周三是因为受到新波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所以北台湾地区高温会明显的下降 像是现在大概有28 29度 但是接下来高温大约都是落在22 23度 也就是说大概有将近7到8度的温差 要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 不过接下来随着这个天气趋稳之后 高温会慢慢的再回升 只是在周六很快又有另波东北季风要来报道 所以很快天气又会再出现变化 我们接着同志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的走势了 因为这几天我们知道 是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 天气都是蛮稳定的 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8 29度 不过刚就涨到了其实周二之后 因为这个封面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之下 其实封面的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藏雨 一直到在这个周三周四的时候 东北季风才会减弱 但是这好天气来得快也去得快 因为接下来这周其实有两波的东北季风会 影响到我们的天气 在周六开始又会再影响到 像是因封面的东半部跟北部地区 又会再转为湿湿凉凉的天气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的留意温度的变化 我们接着来看到今天的气象小叮咛 要提醒大家什么呢 其实今天周末天气真的是蛮好的 中午的时候高温可以来到28 29度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温差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早出晚规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戴一件外套 我们接着来关心到各地的香气温度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